课桌椅太旧要换新 福西学校通知慈祭人 老师的那个奖牌啊 不要不搬走 也有点坏了 这上面有礼 也有铁在上面嘛 也有那个螺丝钉 所以要把它分解出来 过期书报纸类可以再生利用 曾经到台湾参访慈祭的创办人 寻找祈福之道 我们想到我们慈祭的这些师兄师姐 我就交给慈祭的 我就很放心 他就会利用起来这些 该利用做哪些 该利用做哪些 我就特别的放心 校园里的可回收资源五花八门 经验丰富的志工 随拆随分类 还有人马上收拾垃圾 一边坐一边打扫 让我们干净很快 速度也快也好 做工起来还看到整齐 整栋校舍六层楼 连续八天从早坐到晚 一层一层的坐就越做越多 多了 感觉那个心情 哎呀 这么多的东西 给我们我们看一眼不怕再 就拿着这么多食言回去 感觉很高兴 感觉有一点累 脚有一点酸 回到家睡得很甜 饿了就吃自己准备的午餐 可乐排排坐那个凉 慈继志工和学校教职员 在即将签校之前 为教育殿堂做到最后一课 真的实在是量是很大 不管是环米啊 铁啊 拆蟹啊 事情都从早上九点一直多 到现在已经预设降临 它就是很繁重 它们只看环保 而且没有一个人很累 也不会有谁说 我累了我休息 坐下休息 我没有人会这么说 新冠肺炎疫情 让民办学校经营受到讨厌 但矿万人把每一部的每一物件 发挥最好价值 爱抚地球也行胜 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段燕晴 黄尼 福巧莉 海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